创造101成就了王菊,被选中单独出道前途一片大好。 创造101已经告一段落,而11位出道选手无论是实力如何也已经造成既定事实,无法更改。 其实很多人并不看好此次选出的11人,尤其杨超越不仅被娱乐圈季监委王思聪喷,就是网友们也认为第三名不服食。 其他的选手虽然还算可以,但是单从实力上来讲想必王菊应该是出内拔最多的,至于最后为何落选暂且不说,此次王菊被某公司看中并与其签约了,想必人数众多的女团来讲,单独出道具有更多的优势。 首先包装一个人肯定比11个人的团体倾斜的资源要多,对于职业生涯来说可以少走很多弯路。 而且王菊是一个有故事的人,所以也导致了他坚强的个性,能吃苦不造作,这样的性格更容易得到观众们的喜爱,并且王菊的功底大家也是看在眼里的,并不比别人差。 虽然没有拉票,但是很多喜欢王菊的粉丝自发的组织起来为王菊加油助威,这就是超高的亲和力,对于艺人来说得明心者的天下。 想必美宝莲也是看中了这些方面。 至于对王菊外贸的吐槽,如今的她已经比刚开始时苗条了很多,时尚感也出来了,其实底子也是比较不错的。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女孩,第一眼看上去很不起眼,但是接触的多了你就会发现她的独特魅力。 花瓶固然好看,但是时间长了兴趣也就淡了,只有真正有深度的事物才能长久。 据悉王菊即将受邀参加巴黎时装周,可谓是双喜临门。 记得有句老话叫做是金字总会发光的,像这样的胡语是遮盖不住的,总有一天会闪耀出令所有人为知策目的光芒。 虽然被创造101淘汰了,但是最应该感谢的也是这个节目,因为它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真正有钱志的人。 尽情期待王菊的出道发布会,应该不会太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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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两次 敌 heart to Símilöm出去